那对于蒂勒森在中国访问时主动提出 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 对此您拥有什么解读 我注意到蒂勒森先是提到 要为未来50年的中美关系发展确立方向 然后才提到了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句话 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蒂勒森并不是一次提到这句话 而是在会见王毅以及之后的记者会上先后两次提到 很显然蒂勒森并不是随好说说的 而是经过精心准备而来的 某个人猜测对于中方来讲 听到这句话应该会产生一种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的这么一种惊喜感 因为中美共建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是五年前中方主动提出来的 之后中方一直将其当成的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与大政略 但是当时只要实行亚太再平衡政略的奥巴马政府 从来没有引述过中方的表述 更没有与中方同步将其作为美国的对华政策 而蒂勒森既是首次引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表述的美国官员 也是这样做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那么蒂勒森究竟是不是要以这样一种方式 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给中方送一个超级大礼 也就是美方对华政略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放弃了奥巴马的亚太在平衡政略之后 从此又认同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 我认为对此我们还有必要来做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第一 蒂勒森虽然是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卿 但毕竟不是特朗普本人 他的这个主张还有他与特朗普本人的背书与确认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政府内部 各级官员表态不一的情况是时有出现 就算是特朗普本人的对华政策的表态 也出现过多次反复 那么第二 早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董云长 曾经做过跟蒂勒森不一样的表态 他说特朗普政府会追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 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关系 而以结果为导向 实际上就是不是以理念为指导的 而是功利化的 只看结果的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密切观察 特朗普会不会重复蒂勒森的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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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举一个和防言所有关系的人 日本拓殖大学海外情况所学者丹羽文生 她前不久去过台湾 接触了大量的民进党官员 这些绿营政客近乎颤媚地告诉丹羽一个细节 就是蔡英文在就职讲话里有一句感谢海外友人 可是翻译被交代过 在向日本代表翻译时要说成感谢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海外友人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非要对美国和日本单独道谢呢? 显而易见 蔡当局把日本放到了和美国同等重要的层面 与特殊对待 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 日本保守势力当然不会放弃 当前 推进日台关系的实质化 甚至准公开化 已经成为安倍当局的既定方针 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博士迪基就注意到 日台将优先在海洋课题上展开合作 蔡当局已经向日方做过暗示 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大陆携手 同时不就冲鸟礁渔业纠纷 与日本诉诸法律途径 而是进行双边谈判 而通过渔业协商之外 日台势必会借着相关的机制搞蚕食运动 一步步的落实到安保军事领域 从而对地区局势构成严重的影响